外地经济继续回稳,不过主要指标均讯预期,似乎为近日走约的港股多踩一脚。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,由4月的3.9%加快至5月的4.4%。 固定资产投资跌幅继续收窄,由1至4月的负增长10.3%,改善至1至5月的负增长6.3%,基建投资,製造业投资及房地产投资,全部跌幅收窄,当中製造业投资增长。 单月计几乎由负转正,零售销售复苏温和,按年跌幅由4月的7.5%,收窄至5月的2.8%,网上销售货品占整体零售销售约四分一,由1至4月按年增长8.6%,加快至1至5月按年增长11.5%。 要注意的是,汽车销售由4月按年无增长,恢复至5月按年正增长3.5%,同期饮食业收入按年跌幅由31.1%改善至18.9%。 大部分行业例如衣理,家电,化妆品,日常用品,家具,黄金及珠宝,建材及装修物料,销售均明显反弹,内地经济逐步复苏,目前进度仍大致符合预期,尤其是生产及建造业活动教消费者开支及企业资本开支。 改善幅度更强劲,不过第二波危机导致北京采取战事管理紧急措施。 居民需要保持社交距离,目前似乎当封锁措施松绑,公共卫生风险很容易回升。 对公众健康的忧虑及相关措施,可能再次拖累消费行业,例如餐饮、娱乐及旅游业,同时,纵使近期出口表现好过预期。 我们相信外部需求仍然为内地经济的主要不明朗因素。 环球经济前景不稳对内地经济的影响,可能只是延迟,稍后始终会出现,特别是当世界其他地区受第二波危机所波及。 而且内地早前在两会宣布的刺激经济政策相对克制。 我们对短期经济复苏仍有信心,不过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长或达6.2%的预测,被调低的风险增加。 !